18号应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居民仍然处于宵禁状态 由于各地区戒备森严 士兵随处可见 路上的车辆非常稀少 人们也很少出门 街道空空荡荡 当地市场和商店相继关闭 不过在实施了两周的公共活动和通信管制之后 应控克什米尔部分地区从17号开始 恢复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的服务 当地官员表示部分地区的学校下周期将会恢复上课 公共交通将会是安全形势恢复 印巴双方17号在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附近再次发生交火 印度军方称一名印度士兵被八方打死